哈喽大家 今天起床的时候就发现我把好多护肤品都空瓶了 所以今天要去shopper's补一下货 因为马上下周我们明明要去墨西哥了嘛 所以护肤品可能是要存够 今天要去看一下爽肤水、精华、面霜 然后正好带你们跟我一起去shopper's逛一逛 因为这样有一些评价的好东西 我也可以一起介绍给你们 忘记了什么就最开心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跨上小篮子 心情眉眉子 喵地喵开始战斗了 这个高高里面有如慧 滋养震惊效果很好 我最爱的VC精华露 好用不贵 这个燕麦面霜我用孔洛斯甜 好用当更适合春夏 洗面奶奶一个吧 我最喜欢的碗霜 就剩最后一罐了 这个面霜也是我的爱 无水利嘎嘎好 给喵喵老板买了个庞氏冷霜 搞了个结账嘛 玩了回家开箱去 路过赛尔进来逛一过 赶紧这是小霞会喜欢的衣服 小霞是谁 是我嘛 看到了可可爱的小车纸展 有点心动 然而喵喵老板 想给我买这件衣服 我怀疑他想暗示我什么 然后就把他造了一顿 我给喵喵老板挑了这个白色的羽绒服 还有帅气的牛仔夹克 但是他却约了 因为这两件衣服 延伞不够赏你 算了还是回家吧 看到了一个好萌的公交处 它有点可爱 它会动 最不专业的护肤品开箱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新买的地毯 超级可爱的 你们现在就来试一试 我刚刚在搜盘买了什么东西 这个Cherabee的洗面奶 这个我之前没有用过 但是他们家的洗面奶都还蛮好用的 它是适合中性皮肤和干皮 对敏感肌也是很友好 这个好像是不久前新出的 所以我想试试看 这个是一个挤出来 就是泡沫的洗面奶 超级好用 给你放在这儿 这个金色的系列 我之前是买了一个睡眠面膜 然后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所以我到后来就 每年都会回购他们 这个系列的一些产品 我当时是嘴唇上面长了一个囊子 我磨什么都没有 然后后肤那个面膜 隔天居然就奇迹般的消了 这个是他们的洗面奶 就是卸妆和洗脸一体的 是一个折离妆的洗面奶 很香 这个系列就是味道超级好 也非常的实用 不过缺点就是价格会比较贵一点 或者是我回购的他们的一个VC的 它是长这样 这个一罐用的超级快的 我都用没多久就会空瓶 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多囤一点 我特别喜欢这个是因为它很水润 然后吸收也很快 用了大概两瓶之后 就感觉皮肤没有那么黄了 而且它没有奇奇怪怪的味道 它没有加香精 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 路德卿也是我的爱 这个是它的一个A层的晚霜 可是回购了好多次 我还买过它的那个早上用的那个版本 早上用的里面还有一些防晒成分 它也是这种比较轻薄的质地 挤多了不小心 就延展性特别好 然后也很酸 接下来是这个妮威亚的擦身体的 我一般不拿它擦脸 因为它比较厚重 但是它擦身体超级棒 它是这样的 它还有一个蓝罐的 但是蓝罐的那个实在是太厚重了 所以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软软的 延展性比较好的质地 味道还挺香的呢 有一股奶奶面霜的味道 这个是胶蓝的护肤水 比那个粉水要更rich一点的 我感觉它还蛮好用的 它比较浓稠 它不是水 味道好香哦 特别清新 之前超级喜欢他们家的双脆精华 不过最近我想换个精华用 所以就买了自生糖的红腰子 红腰子精华 这个也没什么人不知道了 我买的是一个VALUE的包装 它是一盒 然后两罐这么大的 接下来是一个眼霜 因为家里的眼霜用完了 我本来这次想要买 老师年代的那个光色的眼霜 那是那边卖光了 只剩下眼部精华 然后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用眼部精华的人 所以这次就买了这个 这个我之前也买过 就它是属于那种味道特别好闻 它跟那个睡眠面膜是一个味道的 然后还配了一个这个按摩的小勺子 滋润度也是非常好 就这个系列它的滋润度绝对是 就是我用过所有的护肤瓶里面 数一数二的了 味道也很香 是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鬼 这是Duffin的一个橙花的精华油 它味道超级香的 然后因为现在这边天气比较干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面霜和精华不太高 可能还需要油 这个也是我用过用空过两三瓶的 每次又只有一点点在早上 或者晚上的时候按摩 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法国牌子 感觉好像在加拿大 不是有很多人知道这一瓶温用空了 但是有分好几个版本就不同的厚重程度 因为我是沙漠大干皮 所以秋冬的时候我肯定是用rich的 但是夏天的话我可能就会换成 比较水润比较轻薄的那个版本 礼服圈的这两个也是我会勾了好多次的 这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用 礼服圈的玻尿酸精华液 搭配玻尿酸面酸 那就是补水王子 每次前一天晚上用完 然后跟天气来 我就感觉我的脸在发光 就只是用一个晚上而已 就有明显的改善了 两个手霜 Eutherine的这个超级无敌滋润 感觉抹完之后 手上像有一个薄膜一样 而且吸收也很快 不会很容易 这个吸收稍微慢一点 不过它也是很水很水的 就抹完之后感觉皮肤都水汪汪的 不过缺点就是它太香了 如果可以选的话 找找看有没有没有加香精的版本 这是一罐宝藏好物 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22%的Erdria的软霜 应该叫软霜吧 不知道该叫软霜还是该叫高 它是比较厚重一点点的 看到这里说了 如果是皮肤均力干裂 或者是有什么脱皮痴疹之类的症状 都可以用 我是用在脚底的 感觉还不错 但是如果它说 如果你皮肤发炎的话 就不要用它了 因为尿素本身它是有很强的滋润和修复的功效的 所以买一罐这个放在家里 就是你皮肤比较干干的比较严重的时候 用一用还不错 就是一个理肤全的喷雾 我因为过几天要出去旅游了 所以就感觉这种防晒喷雾是我的必备 这个比其他喷雾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这样抱着喷雾喷出来 当然我不想要所有给大家示范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过几天再见吧 さようなら